每逢农历九月 九黄椰旦到处可见红通通的红龟包 霹雳华都雅野三黄宫的红龟包味道格外与众不同 散发出丝丝的椰花酒香 独特的香味让吃过的人都忍不住寻回味 而限量制作更是让椰花酒红龟包成为各地游客必买的强首货 又是一年一度九黄椰旦 华都雅野三黄宫九黄大地庙大门共桌上堆叠着小山一般的红龟包 隐约绣得一股淡淡的椰花酒香 正是这里的特产椰花酒红龟包 红通通的椰花酒红龟包是在四十多年前一次无心插柳的成品 制作过程和一般红龟包没什么不同 用油 糖和面粉搓揉成团 砌成龟形后再上色 最后放入蒸炉大约五十分钟 只是以椰花酒代替水揉霍面粉 加入了椰花酒的面团发酵得更好 吃起来口感更松软 只不过制作红龟包非常依赖太阳温度发酵 最怕就是遇上下雨天 所幸今年的烟埋天气及时驱散才赶上制包好时机 一年是做十二日 凡是初一 前三日我们就开始做到初九 我们这个包就要看太阳 看旺野怎么看 如果下水 没有太阳 现前是没有包吃 那些包蒸出来都不漂亮 尤其是最重要 一下水 那些包蒸出来都没用的 特别硬的 又不会香 只是一个硬身的 刚出炉的椰花酒红龟包 热腾腾酒香四溢 新饮食客寻香而来 但由于是现做现购 就算排队抢购也不一定买得到 因此许多人都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味 但只要是尝过的顾客都不不竖起大拇指 每年我们是在这里 每年都每个人都来这买包 有其他州的人都来这里 尤其是新加坡 尤法 哥伦坡 还有附近这些都来 有没有试过买不到饭 很多有些失望 有些很多买不到 我都怕腿又说 可惜买不买不到 这里的椰花酒包就 它比较大 然后它的味道比较香 比较香 你吃了之后它的口感是怎样 味道就比较浓缩 好像有那个椰花酒的味道 蛮好吃 我很喜欢 所以我每一年都来的 rok 晚点 熊 晨